来啊 百驾荣妃宫 皇上 您刚才翻的是惠妃的牌子 是吗 皇上过目 这样 你跟惠妃说一声 就说朕欧敢不适 改天跟他说话 这 错了清禅 冤心动 古影幽黄 翘春宫 大家好 我是二面孤 周培宫用了十年 为康熙绘制了一幅 从古至今最权最精的地图 对于康熙来说 是无价之宝啊 这有了宝贝 肯定要和至亲分享啊 至亲自然是祖母孝庄 老太太看着大清地图 就相当于用小灵通的我 第一次接触智能手机一样 无尽的好奇与兴奋呢 从北京城顺着馅儿找啊找 终于找到了儿时的地方 开心的 像个孩子似的 自从侵略中原后 已经几十年没回克尔沁草原了 做梦都想草场蓝天牛羊 今天能在地图上找到家乡 也算弥补了半生遗憾啊 高兴之余 孝庄有个疑问 如此精密的地图 出自何人之手啊 这是周培公 花费了十年时间 遍阅古今史料 终成此图 是不是带着家奴 凭了吴三桂的那个汉人呢 是 只可惜 他天天不强 孝庄送他仨字 玩毒的 这么好个人才 活生生被你用废了 还能干点什么 就周培公这事啊 康熙早就自责过了 也从他身上明白了一件事 想让满清设计长久稳定 必须先稳人心 尤其是汉人中那些大才的心 孝庄点了点头 行啊 还没彻底完毒的 他给这孙子一个建议 想拢住这些汉财 最直接的办法 联姻 你康熙好几十个儿女 挑一些成年的 该嫁嫁 该曲曲 这孝庄已近七十了 落会儿磕就累了 康熙也心疼啊 您哪 回去休息 孙子再看一会儿 这一看就看到了晚上七点半 李德全端个牌 来到了康熙身后 主子 该事情呢 翻一个 康熙一侧婶 伸手翻了左边第二个 谁的呀 惠妃公 惠娘娘 当李德全来报喜的时候 惠妃那个激动啊 三年了 知道这三年我是怎么过的吗 后厨的开销 整整多了一倍啊 这说着说着 想起了戎妃 惠妃 转杯为喜 全啊 姐跟你讲 姐跟你讲 鞋在好 也有破的那天 糖在甜 也有腻的那天 所以自己天天都打扮 就是坚信 皇上总有一天 会拿老黄瓜 解解甜 今晚 看我如何表现 让丫头给李公公拿一百两喜银 以后在皇上面前 多给姐美颜美颜 好 得了 拿钱办事 天经地义 李公公不送了 这转眼就到了九点一刻 康熙也累了 哎呀 百嫁戎妃公 李德全猛了 皇上 您翻的是会妃牌 却起嫁戎妃公 您拿慧娘娘开涮呢 这康熙也猛了 朕不是翻在右手边第二个吗 那不就是戎妃公 我弄错了 我侧身反的哈 完了 这样 你告诉惠妃 就说朕去圣经着了梁 今晚突然有点难受 让她别来了 改天朕去看看 这 此时 惠娘娘已经洗漱完 碧喷香香 正朝养心殿去呢 就见得李德全 着急忙晃的挡住了去路 惠娘娘 I'm so sorry 皇上偶然未要 已经就寝了 让奴才转告您 病好了 一定起嫁惠妃公 这惠妃能说什么呀 皇上日理万己 突然有个头疼脑热的 完全可以理解 稍嫌失望的她 一转头 哎哟我去 皇上正尿圈的往惠妃宫出流呢 李德全我告诉你 她戎妃是贵妃 我可是皇贵妃 我人都走到半道上了 你还让我打到回宫啊 咱们 赵旨走 这 后宫就自己一个皇贵妃 那可是仅次于皇后的存在 所以她这心里窝火呀 她不恨皇上 她恨不如自己的戎妃 压自己一头 李德全也跟她说了实话 皇上翻牌翻错了 一会儿我把那一百两给您退回来 惠妃差钱嘛 她差的是一口气 自己人老朱皇不入皇上法眼 长此以往不废了吗 别看她惠妃岁数大 可野心不小啊 眼下想永保尊位 唯有一个办法 母以子贵 额娘从不敢奢望 季封皇后 只盼着体体面面地过下去 可是不行啊 额娘出身罕见 虽然进宫进得早 从不被人瞧得起 你虽然是皇长子 却屈居太子应仁之后 我要你建宫立业 将来去应仁而待之 万万不能啊 额娘 儿和她同为皇子 受俗之情啊 皇阿玛健在 而誓死效忠皇阿玛 皇阿玛龙于归天 而效忠于殷人 宁死不作 争处之事 还是年轻啊 多年之后 九子夺嫡 她是一点不手软 艳势这边不开窍 当娘的也没辙 只能慢慢来了 荣妃宫这边 相比于惠妃的泼拉妒忌 荣妃的端书大访 和善解人意 的确更讨男人喜欢 俩人唠着唠着 康熙就做了一个决定 册封荣妃为皇贵妃 女儿兰妻儿为兰妻格格 当然 这可不是心血来潮啊 荣妃是汉人 本名张贵荣 祖籍福建 姚启盛在福建千民封海 十分不顺利 康熙给他三个月的假 让他回老家省亲 而且不用穿满服 到家之后 以皇妃之准 接见亲友 宴请名流学士 让江南的名士百姓们知道 我康熙以民为本 尊师重道 顺便提升一下签民的进度 这说到进度 一点都不乐观啊 说白了 没有自愿的 全是被逼迁袭 这有压迫 自然有反抗 不到三个月 已经有几十个村民丧命 这不 南敖镇 又死了五个 知道了 下官担心的是 担心民变 所以啊 必须在民变之前 完成千戒进海 炖刀子割肉 越割越疼 快刀子嘛 没等疼 肉就割掉了 以后 武士起命案之内 不必报我 杀人的兵勇 也不必成熟 喳 按眼下局势 摇起胜割肉止损的作法 何取 可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呢 上级康熙给姚启胜 挂了一个兵部尚书险 职责呢 管理全国上下的军政事务 为了让这块肉早点下来 他给浙江和广东 同时下达了命令 一起迁接近海 这副官有点顾虑啊 签民的阻力 大家有目共睹 万一那两省不干 再参你一本 咋弄啊 姚启胜嘿嘿一笑 放心 皇上肯定挺我 走着瞧 一晃一个多月 身为四海总督的魏东廷 坐不住了 康熙让自己在三年内 筹集三千万两响银 本来就难 姚启胜这千街近海一出 福建浙江广东三省 下秋两季的税守 直接砍半啊 三年后 奴才只能提头来见了 康熙看完东庭的折子 额头一个大大的穿字 这要签个一年半载 大清容易伤国本呢 索额图结言 皇上 签了 那姚启胜的折子里 说的明白 千街近海没有两年以上 基本没有效果 看来是朕想简单了 明珠察言 皇上 这还没完呢 那老教花子还说了 希望您能降旨 免除福建沿海十三县的岁负两年 朕知道千街近海南 但没料到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这么着 将魏东庭此奏 还有沿海各省都府们 弹劾姚启胜的折子 用六百里快马送往福建 让姚启胜好好看一看 明珠所恶图相是一望 看他死不死 这有时候 做一个合格的皇帝 的确不容易 就拿康熙说吧 一有先功夫 就拿个放大镜 看着大麦吧 一看就是半修啊 李德全心疼 主子 十一点了 歇着吧 奴才这小腰 都要战断了 康熙没好气的 多大岁数 还腰疼 皇上 奴才这腰 是被姚启胜打的 做下病根了 康熙一愣 放下了放大镜 问李德全 这满朝上下 没有不恨他姚启胜的 想必你更甚吧 万没想到 李德全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不但不恨 而且还佩服 把小肚肠子里的话 都说出来 他是康熙最宠信的太监 名相所相 都要给自己三分薄面 唯独姚启胜敢削自己 而且是在知道 自己身份的前提下 虽说嘴上恨他 但他心里明白 此人刚正不合 这李德全还发现了 朝中大臣 是怕康熙 而中康熙 而姚启胜 却是静康熙 而中康熙 另外还有一点 他觉得姚启胜 特别像康熙 一个字 讲 咬定青山不放松 不达目的 不罢休 小李子 你那顿膀子 一点也不远 李德全的一番话 扫除了康熙所有顾虑 一个字 干 下集 虽说有皇上的大力支持 可千名的进度 依然缓慢 姚启胜的祖坟 都被刨了七八回 算了 不埋了 罪犯已拿货 将他们就地斩首 为大人先祖殉葬 都放了吗 放人 不计划